中国的朱雨凌先生 这方面表现如何 你给他打多少个人 我觉得还是在正中 一是苏州市平赛 二是年中的总决赛 但是他跟这些主力们打 他总是能够赢 虽然他跟主力 你不爱吃哪个他都不好 哪个他都不好打 所以他还能保持这么稳定的成绩 转弯 把不利的因素变成有利的 而且球也是熟了很多 水平高 你在进攻型的日本人 我看来我们的男人 我说就是我 你不爱吃 如果他一会儿 他有点准备 他会有点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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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愧的精彩 张一宁来和我们共同 这斯丁年手发长球打起来啊 超多的队伍他都非常强 好球 17岁啊有很多的成绩了 有很多积累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打呀 你想超级联赛是不得不打 那你就挑重要的比赛打 对吧 必须没问题了 或者甚至这种话都会忌论 对 我认为这场是好 结果我真是打了我 但是在这场面里 对 这场比赛是一场比赛 对 冠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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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冠军